强势骨一去不回头了 那谁能像深锐这么飙呢? 看节目啰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 Happy Monday 演戏盘后的碎碎念 今天是11月21号 开心的礼拜一 为什么说开心的礼拜一呢? 很多上班族的好朋友 在礼拜一都是有一点精神提不起进来啊 或者是说又要爬起来上班 对不对? 但是我们的会员来 恭喜会员 我们今天一开盘来 就收盘了 今天开盘就收盘 一架到底恭喜会员 我们的安控飙到外太空 喷到银河系啦 所以呢我常说喔 在股市赚钱后只是附加价值 我希望什么? 各位可以跟着我一样 天天的这么开心 你赚到的是什么? 幸福又美满的人生 我认为这才是我值得追求的 这样了解吗? 所以你可以看到 哇今天一开盘就收盘 怎么这么开心 上个礼拜已经连二拉二 拉出两根掌停板 今天呢更狠 一开盘锁死死 锁到尾盘呢 排队三万五千多张 还买不到 还买不到喔 来当然强势果啦 各位我讲过喔 我的操作无私分享 如果有拿那个铁粉私房菜的粉丝好朋友们 拿出来上课 里面是不是挂头牌强势主身段 头牌哪一档? 3128 就是深锐 就是深锐 再次恭喜 有索取到铁粉私房菜的粉丝好朋友 那这里我要讲一下 因为我要回复一下 有一些粉丝在LineApp上面问的 你说 颜希我知道你 呃...产业 产业一直分享的 非常的痛彻 那我有个好奇 当时 呃... 来拿铁粉私房菜的时候 上面有什么? 智源 有深锐 欸!深锐! 安控! 颜希你9月就在讲安控了 记不记得? 9月 我觉得很多时候 我希望大家把日期看清楚 我说过生根产业 生根产业不是股票冲出去 才来问我有没有 不要做这样子后知后觉的事情 这样真的在股市你会很辛苦 我希望你每天可以认真听节目 每天呢 有空后 不管你在做家事也好 不管你在开车也好 呃... 有空闲后就把颜希的节目 碎碎念就把它打开来 把它打开来 那我会尽... 尽... 尽...所有后粉丝的需求 尽量满足大家的问题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为什么 有些粉丝就会问说老师 呃...你甜粉释放在里面还有深锐 可是你深锐在节目上讲这么久了 还会涨吗? 还会涨吗? 我觉得这个问题喔 嗯... 如果你是做很短线的粉丝好朋友们 我不敢跟你讲 很短线 什么叫很短线 可能今天买今天要冲掉 今天买明天要冲掉 那今天买三天内要冲掉 就看很短线 看很短线 那我一直以来用长线的观念下手 就是产业 我一直以来用产业下手 我也要大家了解我的产业面的面向 为什么? 我说这张图我记得啦 我在节目还有送过给大家 很多粉丝好朋友还没拿的 这里你可以截图 我说你在找产业 在找公司 在找公司的新产品的时候 你要去注意 他这家公司这个产业 这个产品是刚刚在研发 还是现在市场上的需求在起飞 这个是有落差的 这个是有差距的 再来他是饱和吗? 我问各位很简单的问题 手机是不是饱和? 对 很简单 被动是不是饱和? 是 所以呢国具一直在病 他以前没有的车用那一块 要加大他车用那一块 所以 这是产业在转型 所以我换句话说 也告诉你国具有在转型喔 好 讲回来 讲回来 研发跟诞生 你要去看他的产品是在研发跟诞生 来我问大家 现在电动车是不是越来越多 对 那他是不是需求起飞 是不是需求起飞 他不是在研发跟诞生 虽然MIH还在研发这个诞生 但是TESLA已经在需求起飞了 对不对 MIH我说台湾的啊 育龙你可以看到最近也很强啊 我说台湾是在研发与诞生 所以他是在萌芽 但是他明年才要交车 不要忘记了 西奇古关 那个吸引力的产业去看一下 育龙要交车是明年年底的事情喔 他只是现在网路上让你下订了喔 而且1000块就可以订了喔 好 讲回来 所以你现在看到的是电动车这一块在需求起飞 那再换句话说 拉回安控喔 我没有要跟你脱稿喔 拉回安控 安控我说了 我在9月当时跟大家讲 是不是从网通转到安控 对 然后类似什么干净网路的概念 我已经讲烂了 焦点股看清楚 921我就告诉你 金锐其有 深锐天月店 航特 航特我也特别点了 这个量很小 自己要练手 自己练手量很小 所以重点你看了什么 金锐其有 深锐天月店 今天也不用拿太多 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延续性 现在11月21了 你刚才看到921 现在看到11月21 BUT 这就重点来了 来喔 看清楚喔 922 9月是不是在这个平台的附近 对 9月嘛 最低还有2223嘛 然后呢 冲高了以后来到2729嘛 我常讲 强势股的DNA是什么 很容易成为 长辈股的DNA 要怎么样 平台整理带量突破 突破以后震荡整理 再带量再突破 有没有 再带量再突破 然后再回落 再整理 再带量再突破前高 这叫什么 波波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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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波高的DNA 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为它有着市场上庞大人 庞大人呃庞大人员的共识 为什么 现在安全监控是不是共识 是啊 因为大陆都拿不到单 那转单到谁 台湾的很多嘛 是不是好 所以呢你看回来 所以我才会讲说 什么叫延续性 各位你11月11号来拿的时候 我K线停在1111 1111 就是铁粉私房菜那一天赠送给大家 1111 你问我还会不会涨 来 K线会说话 K线是不是明白告诉你 延续 延续是股价在喷出钱给你的喔 重复一次喔 我说过了各位不用帮我抬轿 也不需要 我喜欢的是什么 市场的共识 我喜欢法人后面帮我抬轿 那法人后面帮我抬轿呢 就会像近期的创意 来 就会像近期的创意 为什么 我是不是跟各位讲成本在这附近400 405 407 是 法人在750告诉你出具法人报告 法人在750告诉你他调高目标价 目标价到多少 850啊 对啊 所以啊 不就又一档 市场上现在为之疯狂是什么 创意啊 市新啊 对不对 资源啊 303 问题是谁可以在股票低档就给你 3128同样这个概念啊 所以我才说什么叫延续性 我问各位啦 9月10月11月这一档深锐已经70个百分点 那70个百分点 70个百分点 假设 你就回去思考回去想 这三个月到底手上有哪一档股票可以70个百分点 各位这样想就好 就这样想就好 我只是说我不像别的分析师一样天天有涨停 但我的股票呢不小心很容易涨不停 那涨不停换句话说就是延续力道非常够 那为什么延续力道会非常够 因为市场公司我也拉不动 坦白讲我也拉不动 但是呢我就是做好我的本分 把产业研究好 把数字看好 把未来前景看好 那公司要扩产也知道资本支出看好这些 都是我在做的功课 所以呢你可以看到 那为什么我会问大家如果你用七十三个月 就这三个月短短三个月嘛 换到七十个百分点你愿不愿意 我觉得这个就是你要了解的重点 三个月换到七十个百分点你愿不愿意 要是我我觉得应该蛮多人愿意的啦 因为至少后你不用不用在上班还要随时盯盘 不用在上班还要随时后一直看这个讯息要进要出 要去追不用追 延续从来没有什么在追的就是讯息 发出去大家都可以买得到很清楚 好对不对好那你用三个月 我问大家讲是你一个月一百万 三个月就变一百七十万 两百万压这一档股票三个月就被 三个月就变三百四十万 有没有很舒服有没有很轻松 而且有量有价想卖就卖想买就买 这种感觉好不好好啊 所以我才说股票不用看太多 认真几档就够了会赚钱几档就够了 这就是什么股票不是你钱多就一定会赚耶 这叫讲谁讲法人啊 七百五告诉你调高目标价 到八百五 法人钱多不多 多啊 那七百五在调高目标价以后 有没有发觉一直晃一直晃一直晃 所以钱多一定赚嘛 没有啊 重点是你手上到底买了什么 那你看这一波我的版卡 我的载版对不对 我的IC设计以后还有像安控 安控喷到现在都还在喷 好我赶快讲喔 刚才讲咯 如果要有长辈股的实力很容易走出波波高 波波高 波波高 对不对 对今天的重点就这样 那想知道还有哪些长辈股吗 来等一下继续看下去 那我们今天呢先到这里 祝大家操作顺利 明天再见 拜拜 华关头顾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动知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自导仅提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神圣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华关头顾111今晚头顾新字第015号